欢迎新来的谣本,明确一下,我的文章可能比较长,一开始看的话,没耐心的人估计会看不到结尾,来去自便,认真看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 大到至简,当你的眼中只有前排,只有主流,只有人弃股的时候,你的交易才会反扑归真,回归到市场博弈的本质,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原身在最高层,今天说一下比较热的板块,四新周五次新整体情绪不佳,尾盘出现回落,市场还是先知先觉,IPO从上周的一家恢复到了两家,四新股这边,绿色动力走了一波模仿。 712的反包,分歧烂板,是同一批人在座,模仿图形,赵老哥剩余仓位锁仓,周一冲高大战率会有砸盘动作,注意换手情况,如果高开直接杀戮就要出局,南京证券有了之前的教训之后,没有被顶一字板,而是换手分歧走了个十字星,那么下周就有反包动作的尝试,毕竟绿色动力已经给了一个案例了, 这里独角兽刺新这边,锐和激光享受了机构席位的高溢价,直接加速缩量板,老张一亿接力,已经成为二世第三高价股了,不建议追高接力,深信服,由于半年报业绩增速不及预期,被按了跌停,这里就是之前提到创业版的业绩预报的节点, 这票从行业来看,业绩是放在年底,所以短线啊一个坑,等跌到合适位置可以继续去买,但不是现在哟,宁德时代,要民航得等独角兽,今天也都是冲高回落,毕竟大,提量,不能跑太快,后面有回踩下均线的需求,市场估值位于底部的同时,估值结构也相较历次底部占优, 未来情绪面低修复,或政策预期的边际改善,都可能引发市场的反弹,下周大盘继续反弹,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,但消息面低不确定性,仍然有可能迫使大盘出现二次探底的走势,但至少有一点已经明确,急跌破2800点属于右空,2691点,成为重要阶段性低点的可能性很大,下周如果大盘再度探底, 依然是逢低买入的机会,而如果大盘延续法弹,则可以根据市场热点择机介入,喜欢本文的话,关注姚哥专栏微信,YGTG1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